哈喽 大家早上好呀 现在是早上七点了 我刚从帐篷里钻出来 昨天晚上我一直等到23点才熬走了最后一波在这健身的人 今天一大早这些建筑工人就过来准备来修建这个东西了 太阳也快出来了 准备收拾一下东西离开了 一大早就有人天不亮的时候就有人在这里健身了 在这里溜弯什么的 现在可以看到环卫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 那边好像也传来了钟声 OK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现在来海边看个日出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了 太阳已经出来了 很多人已经出来锻炼身体了 看看这海边 昨天应该是周末吧 这个海滩上 这一片这个礁石上面特别多人 在这里抓小螃蟹吧 应该是 咱们现在去下去看一看 看一下早晨的大海 朝阳映照下的大海 太漂亮了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 在你身边守护着你 在你身边守护着你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 但愿我们感动天 我们能感动地 让我们生死在一起 永不分离 东林解石 以关沧海 水隔淡淡 山倒耸致 接下来骑着自行车 沿着沙滩去看一看 海边种了非常多的椰子树 早上这个海浪 好像更大了一些呀 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海浪 哇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好舒服呀 哇 这大海 再来一波浪 迎着太阳在海边上走一走 哇 这海浪真是太棒了 终于看见大海了 终于看见海南的海了 哇 在外面露营了四个晚上了 接下来我要找一个便宜的小旅馆 去修整一下了 海口是这个路两边特别多的椰子树 给这个城市增加了很多特别的气质 这椰子树上结的椰子有没有人采摘呢 这个就是今天找的一个小旅馆 45块钱这么大的一个房间 反正够住了还挺宽敞的 重点是它这个插线板非常多呀 这边还有一个 有这些插线板今天就把充电宝给全部充满了 充电宝都没电了 这边有窗户也挺通风的 这边主要这个屋子没有公共卫生间 不是 这个屋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 这边有一个公共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是这样的 可以洗澡 等会儿洗个澡 然后这边还有阳台 阳台上可以晾衣服 到时候把我的衣服洗一下吧 晚上洗一下 在这晾凉 美滋滋呀 周围都是大高楼呀 看这阳台上重的有啥 炉灰 看这边的房子 这应该算是海口市区里面了吧 老城区 来了这么多酒瓶 住在小旅馆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给充电宝充电 这个是6万毫安的 这个是2万毫安的 这边还有两个 这个是3万毫安的 这个是1万毫安的 给他们都充上电 晚上来海口市的骑楼老街逛一逛 海口这个城市感觉很有活力呀 晚上出来玩的人特别多 我准备过到马路对面 去看一下那个钟楼 这里就是海南海口的钟楼 这边好多人在这里跳广场舞呀 海口的钟楼 逛了一圈花6块钱买个椰子 脆薯饼饼 尝一下这个脆薯饼啊 感觉里面像是那种土豆 应该是土豆泥吧 炸的土豆泥 这个叫脆薯饼 这个叫脆薯饼 咸咸的很好吃 猪柳麦满分 好小啊这种 一个迷你的小汉堡 吃起来挺嫩的呀 真香 还有餐巾汁 还有餐巾汁 哇 满满的豆浆 这个早餐太奢侈了 这个像是炸的那个炸馒头 或者是像那种炸的饼 这个 黏的还挺结实啊 这个是肉排 煎的猪肉排 也是那种把猪肉打碎了之后 又弄成一个肉饼的形状 这个肉饼好吃 你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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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脆薯饼 这个脆薯饼我吃的特别像 就是我去年在昆明的时候 吃的那个叫炸洋芋 炸洋芋八 就有很多小摊上卖那种黄金洋芋 跟这个吃起来味道是一样的 黄金洋芋 只不过在这个麦当劳里面叫脆薯饼 在那个昆明那边的小吃摊上 这个叫炸洋芋八 嗯 还行 昨天买了一个椰子 昨天去那个海口那个七楼老街 然后还有去那个海口钟楼那边去看了一下 海口钟楼下面全部都是跳广场舞的 也没什么好看的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买了一个椰子 六块钱这么大的一个椰子 不过里面的那个椰汁好像没有多少啊 没有上一次在北海的时候 十块钱买的那个里面椰汁多 这个本来以为喝完会很撑 结果没有觉得很撑 里面椰汁不是很多 这么大个一个六块钱还是挺划算的 啊 啊 啊 好